满飞天使们的身体状况 常应外在的环境因素 如天气或内在的个人因素 如感冒生病有所改变 所以进行幼儿园健康体能活动时 老师们应注意当下的天气变化 以及环境的温湿度 以及适当调整各项体势能要素的时间分配 才能真正达成健康体势能哦 利用健康体能活动 来提升满飞天使的健康体势能前 要了解每个孩子健康体势能 四大要素的状态 要掌握满飞天使个人的差异 定期检测健康体势能状态是很重要的哦 重高指数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 由于满飞天使处于发育阶段 身体组成应依据其十足年龄所对应的重高常数 以及定期测量的身高及体重进行计算 便可得知满飞天使的身体组成状况 一二三 记录满飞天使上半身高于水平面维持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实测两次取平均值 两次需间隔至少一分钟以上 让满飞天使有充分的休息 让满飞天使双手伸直 由平躺至双手出摸膝盖后再平躺 表示完成一次 记录一分钟内做的总次数 实测两次取平均值 两次需间隔至少一分钟以上 让满飞天使有充分的休息 让满飞天使双手伸直 让满飞天使双手伸直 上半身与地面维持45度角 记录可以维持上半身与地面 成45度角的总时间 实测两次取平均值 两次需间隔至少一分钟以上 让满飞天使有充分的休息 在一个可测量距离之方形或圆形场地 让满飞天使以最快的速度连续走六分钟 记录满飞天使在六分钟内走完的距离 以公尺为单位 利用坐姿提前弯测量剂 或在地板贴上皮尺 让满飞天使坐在地板上 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膝盖务必伸直 测量剂的25公分处对准脚跟 躯干往前弯曲 双手交叠 尽力缓慢前伸 记录可向前伸展的刻度 实测两次取平均值 以公分为单位 32公分 为了促进万飞天使的健康 老师们可将健康体势能的身体组成 心肺耐力 肌力肌耐力 油软度等四大要素 融入结构化的体能课程 音乐律动课程 认知课程及生活教育 也可以从掌握零碎时间 建立良好的动态生活形态 老师们只要了解 满飞天使们的个别体势能 或营养需求 适时地将满飞天使所需的元素 加入日常生活活动 掌握该有的值和量 一点一滴累积起来 对于满飞天使的健康 都是大大的帮助哦 多多益善地生活化健康体势能活动 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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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